大家好 今天是十月二十三 星期三 股市仍然拉拉巨巨 不過技術上來說 是有少少初步斷定的勢頭 事實上升二百點就斷定 跌二百點就稍微跌穿 因為恆子現在和十二十天線 是糾纏在一起 即是升少少就升博 跌少少就跌破 先看看今早的情況 早市行市先是輕輕高開二十七點 去到二萬零四百九十八點 之後有少少拉巨 一度是輕輕低見二萬零四百四十八 這一分鐘是跌了五十點 但沒有什麼追沽的壓力 結果在維穩買盤扶持之下 市況就慢慢慢慢升上二萬零八百五十七點 就是相對昨天收視來說 這一分鐘是升了三百五十九點 以高位在二萬零八百五十七來計 又再回到十天平均移動線之上 其實沒有什麼意義 跌穿十天線代表大使返覆大遠 走回到十天線樓上代表大使稍微斷定 最重要就是看看恆子在後續 有沒有升離了的勢頭 講到這件事一定要留意 下星期二已經是今個月期止轉創合高峰日 下星期三是期止結算日 未來這幾天 好倉大戶可能會略作反擊 因為今個月市況是由7日高位23,241 跌到17日低位19,977 跌了3,264點 很簡單的推察 就是好倉大戶當然是希望把指數高一點 從而減輕轉倉帶來的成本和結算帶來的虧蝕 所以有理由相信只要沒什麼固額湧現 而維穩的買盤也繼續 從而減輕轉倉會慢慢慢慢高一點 但就不是代表大使會有什麼明顯的突破 因為接近月底 我覺得大使是趨向整固的 整固的意思就是 上來都是在1,000點的範圍之內 總之走不出這個框框 就屬於一個整固的架構 亦都很正常 因為由8月5日升至10月7日 升了8個星期零兩個月 之後有一兩個星期的回吐 然後回吐完之後 不是馬上升上去 是要進入一個整固的架構 這個整固可以一個星期 或者兩個星期都不頂 所以暫時就看大使到底怎麼走 有一點都要留意 現在最高的移動線是20天線 大約在20,871點 望低一點就是10天線 大約在20,628點 這兩種平均移動線 和恆治現在是糾纏在一起的 簡單說 當市稍微有2、3、8點的上升 已經可以收復10和20天線 反過來再跌多8多點 反覆在10、20天線之下 其實沒有什麼意義的 只是代表大使在一個整固當中 有稍微紀律上的拉鋸 只是這個意思 至於後續會不會再進入下市金會的低位 按照現在的指數 按住這條10天線 暫時來說 我覺得市底的機會就不太高 除非真力指數跌到20,380點 跌了10和20天線 情況就有一點高級了 不過看昨天的成交減額1500多億 其實參與的資金不是那麼積極 做好的也是勒著勒著 不敢去得太盡 做淡的話 市跌了3,000多點 你才做淡會不會有一點 摸著低位來顧 如果好淡雙方都採取觀望態度 我想這個情況都會延續多幾天 不過最終都要看看 在今個月期止轉倉和結算之前 好淡大會會不會有些稍微的明顯反擊 如果有的話 不排除指數會輕輕走高一點 但這只不過是受到 期止轉倉和結算相關的活動所主導 好了 五次分析就講到這裏 大家記得按LIKE、留言、訂閱、按鐘仔 分享給身邊的朋友 如果想鼓勵我們的 歡迎可以按住SuperFans 給多些支持我們 多謝